法國有一位富豪 為實驗室動物和商業表演的大型動物 成立了庇護所 讓這些長期被人類操縱 牟利的動物安度晚年 由於法國國會即將要通過逐步 禁止馬戲團動物表演的法案 這時又會有大量的猛獸需要專業環境安置 所以這一間庇護所也正在加快 他們的腳步擴充 前馬戲團教練泰薛拉 跟自己一手帶大 比自己高又壯的大熊們玩在一起 雙方的親密信任 易於言表 他很慶幸自己最愛的動物 找到了好的歸宿 這裡是電信富豪維歐拉 在巴黎郊區投入巨資 買地打造的庇護所 要讓受過苦難的實驗室 靈長類動物 以及表演動物 都能享有無壓力的晚年 另外一區從西班牙被送來的兩隻熊獅 長不出氣宇熏昂的棕毛 看起來跟母獅子沒兩樣 因為牠們剛出生 就被帶離媽媽身邊 並且結紮 導致無法發育 還被密衣非法拔光了爪子 就為了把牠們放在各景點供遊客欣賞拍照 讓不孝四主發大財 為了杜絕這類違反自然 不忍道德惡性循環 法國已經展開立法 預計五年內 分階段禁決馬戲團海洋公園 使用野生動物表演 維歐拉也是立法參巡的顧問之一 根據政府統計 法國全國約有八十個馬戲團 擁有兩百多隻的獅子 老虎 大象 荷馬 狼 跟其他的野生動物 而法國境內動物園以外的 三個野生動物保護園區中 維歐拉的庇護中心 是唯一還有空間餘域的地方 也正在加快擴建 因為野生動物的收容更需專業 必須確保牠們的生活 能得到改善而非惡化 維歐拉說他們每天都會接到一些 安置求助電話 索性多數問題可以透過協商安排解決 像是馬之類的大型動物 不難幫牠們找到適合的收養者 或其他去處 但像是實驗室動物 大型猛獸等無法安置的動物 這個庇護所就成為 牠們免於人道毀滅的最後一個堡壘 拱日新聞是會中別議